感谢观看 张瑞丁紧张地问着 是不是昨天张良那小子 给你惹了什么麻烦 那小子现在还在医院里呢 我去问他 没事 和张良没关系的 你在担心公司的情况 昨天被顾总知道后 你怕顾总抱不公司 他一语说破 见对人 虽然没有否认 也没有承认 倒是张瑞丁笑了笑 别担心 我会有事的 何况这公司 江如雪也有股份的 没那么好整的 再说我们大家都坦荡荡的 顾总不会这么不分清红早白的 别担心 昨天张良闹了那么一出 你好好休息 让你这个孕妇跑来跑去的 我都觉得愧疚 简卫山正正的说着 没事 我送你回去 不用 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那我送你下去 将不过张瑞临的坚持 简卫山最后是他陪同下送到了楼下 这一路上还一个字的安抚着他 直到出了电梯 张瑞临的声音才假然而止 简卫山也僵着不说话了 顾靖南那高大的身影就这么站在简卫山的面前 张瑞临倒也十分的知趣 怂怂肩 敢明见 这下顾靖南才看下了他 简卫山的心跳是越来的越快 生怕顾靖南开口就说出什么刻薄的话 想也不想的就主动牵住了顾靖南的手 我想回去了 顾靖南看了一眼简卫山 主动牵住自己的手 自笑非笑的 我要回去了 他又重复了一次 我没拢 听得见 怎么 我要和我老婆的上司聊几句 不行 简卫山一跤 他瞪着顾靖南 不满的神态已经表露得很明显 亲我一下 我就不问 见他没有任何妥协的意思 只能踮起脚尖 亲了亲他的唇 就在要松开的时候 却忽然被顾靖南牢牢地扣住腰身 沉沉的粉扑面而来 直到顾靖南松开自己 简卫山才开口 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走了吗 当然可以 顾靖南点头 牵着简卫山的手朝着大厂外走去 简卫山下意识地看向了张水灵的方向 但是那里还有神 他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是被顾靖南给耍了 顾靖南似乎并没有为难张水灵的意思 简卫山一时不知道要说什么 被动地被顾靖南牵上了他的车 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还是乖乖听话吧 我回来起什么时候和你说 我不允许你去上班了 哦 简卫山狠淡地应了声 然后忽然反应过来 你说什么 我的话不说第二次 顾靖南冷笑一声 顾靖南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次 他没有听错 这个人是认同的 他真的没想到顾靖南竟然会同意了 我可以让你去张瑞琳那上班 也不会对张瑞琳做任何事情 但是我有要求 你说 简卫山简直是真的激动了 不准见江如许 不准和别的男同事来往亲密 不准让自己太累 每一次去上下班 要我或者自己亲自接送 在怀孕超过三十五周以后必须休假 不准再去了 顾靖南说了很多的要求 也明白他说的话没有一点玩笑的成分在 这么多要求 简卫山嘀咕了一声 眸光一变 顾靖南还没来得及说话 简卫山立刻保证 我绝对可以做到的 真的 等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早上十点了 简卫山先的被子就直接下了床 逼着一件外套就走了出去 顾总人呢 管家没想到简卫山会主动问起顾靖南的情况 但也没多想 立刻解释 顾总很早就出去了 交代了不回来吃饭 然后呢 没了 管家也如实说了 等简卫山吃完早餐 回到卧室正准备给顾靖南打电话的时候 却忽然接到陌生的国际来电 想也不想立马接了起来 哥 是你吗 是我 简安言的声音传来 带着淡淡的笑意 我出来了 燃燃 真的吗 嗯 大概一个月后 我处理完手里的事情就会回云城 好 简卫山连声应着 爷爷呢 最近情况怎么样 我还没给他电话 怕他担心 挺好的 现在 住在张叔的家里 哥 你回来了 真好 简安言 很安静的听着 一直到简卫山说完 他才交代道 我在你卡里赚了一笔钱 你去买房子 把爷爷给安定下来 再把张叔接过来 简家大宅我回去后 会想爸爸拿回来 哥 简家大宅 已经回到我的名下了 顾锦南还给你的 然然 你这样 爷爷知道吗 不知道 爷爷如果知道了 哥 我会处理好 这件事情当我回去 再处理 爷爷那边 我暂时不会说 但是如果事情超出控制范围 那我就不可能不管 好 简卫山引了声 兄妹俩聊了几句 在挂钻电话的时候 简安言突然说道 后天云城有一个拍卖会 你替我去 到门口会有人把邀请卡给你 帮我把一条项链给拍下来 不管代价 务必拍下来 好 简卫山没有多问 我会把联系人的电话和项链照片 发展你的邮箱 钱已经汇入到你的卡里 不要多想 好 乖 等我回去 显然 简安言那边还有事 匆匆几句就挂了电话 没再多聊 而简卫山 最后一点困意 彻底的消散了 他大哥 要回来了 不再是遥遥无期 而是具体的时间 只要想想 他怎么可能不激动 他甚至可以想到 爷爷看见大哥的时候 那种开心的心情 等到拍卖会的时候 简卫山很是低调的 从拍卖会的侧门进去 并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 也没有人可以想得到 简卫山今晚会出现 他所在的位置在鬼宾席 但他只是安静地 找了一个角落待着 等人群呼唠结束后 才打算过去 那里毕竟是围绕的 都是曾经的书人 他明白大哥的意思 用的是简安言的名字 就无疑是在告诉云城的人 简家不可能在云城 就这么结束的 简小姐 简卫山安静了下 他认得这是傅恒的声音 傅总 一个人来 是 简卫山没有否认 锦南没陪着你吗 我想知应该和傅总 没有任何关系 傅恒笑了 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简卫山 你不知道简南今天也来了吗 何管兴起来的 傅恒也不在意 从容的越过简卫山的身旁 就朝着自己的位置走去 果不其然 在他抬头的时候 就看到了顾景南和宋马新 从容不迫的坐住了贵宾席的位置 离自己前后两三排的距离 简卫山站着 一言不发 他拿起手机 到安静的地方 拨打着顾景南的手机号